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印度范音 刚才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翻字不翻音 前面一开头就讲过 玄庄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 因为翻之亦不明本意 反增分别障 因为他怕翻出来以后 大家同样不明白他的本意 同时有些受到局限 不能翻 翻出来也不懂的 因为你没有学过 你没有见过 别说是泛语 就是地方图语 从我们这儿过去石板滩很近的广东语 你还听不懂呢 所以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 甚至于一翻出来以后就研究文字 整天闲扯 反而成分别障了 那么这五种不翻 如一 秘密陀罗尼 就是说陀罗尼 那些咒语不能翻 翻出来也是乱讲的 因为那是诸佛菩萨的心硬所造 二 多寒 就是说 一个名词含义很多 翻出来也不起作用 有概括性 如男人 男人是哪一个男人吗 好多人都是男人 女人也同样 很多人都是女人 所以要具体弄清楚 否则他是概括性的 称为多寒 他不翻 如婆且范之语含六意 他一句话就含六种含义 三 此方所无 如颜伏题 颜伏树者 他翻出来也没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那种树 你给他改个啥名字呢 人家他本身就叫 颜伏题 颜伏树 四 顺于古不翻 就是说 顺于古力的道理 翻了以后 反而把人家弄昏了 典故都整烂了 你把它改过 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如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翻 保持原来的样子 但是虽不翻 是做了讲解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真正正道平等 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 就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把它说穿了 就是彻底圆满 正道尽虚空 遍法界 圆容无碍而无上之圆满佛陀大致 就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简而言之 无上正等正觉 正辨之 正辨一切法界角落 一切智慧 就是说最高的吧 高到顶点没有再说的了 由于摩腾以来至今如是存之犯因 唯摩腾跟主法兰他们两个进来以后 最古的都没有翻 唯摩腾跟主法兰来了以后 据现在县制所查 是住在我的家乡 刚刚来了以后 是到河南 后几年住在我的家乡 在雾中山建立的庙宇 当然 他们的故事我就不想给大家讲了 如果一讲又扯远了 总的依据 来了不是一帆风顺的 跟五方五岳进行了一场斗争 然后将五方五岳降伏 把太上老子道德经化为灰烬 唯摩腾和主法兰大献神通 因为这两个人是四果罗汉 不是菩萨 最后才认可在中国修建庙宇 这是最早的 有的同学以前初出学佛的时候不懂 说佛书就是唐僧曲的吗 不是 唐玄庄法师主要是取瑜伽诗地论 因此自维摩腾以来后人不翻 至今照常保留 五 般若 由于无上庄重之义非由智慧二字能表达 故以上五者不翻 因为般若太伟大了 太庄重了 高到了顶点 所以也不能翻 翻出来反而成世俗语言 落入俗套 落入相对凡夫意识概论 所以不能翻它 般若两个字呢 由于无上庄重 所以若作为世间普通的语言来翻 此实为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大错 做世间聪明翻就是大错 亦有做智慧之翻 此属不定义 有的说般若呢 就叫智慧 这种定义是不准确的 是非常轻薄 邪正不分之举 连世间上什么叫聪明啊 狡猾啊 智慧啊 都混为一谈 所以 般若绝不能作为智慧来翻 在很多经书上也有做智慧翻的 这是错误的 因智慧有散会和妙制之分 什么叫散会 散会是没有定力的世间聪明 是没有实际功夫的 妙制又称无上制 无比无等 妙制是从定中得来的 也就是说 必须要有定力的功夫 然后才有妙制 普通人连佛法也不懂 什么定也没有 怎么谈得上有智慧呢 凡是要有智慧 必须要有定力 所以世间的聪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真正的智慧叫无上制 无比无等 就是说没有再比过他 没有再和他相等的 这种智慧就定名为无上制 或者定名为敬会 智慧般若胜于一切世智 般若智胜过一切世间上的散会世智 外道的禅定用功 最高亦可达到四禅境界 外道不简单 我跟你们讲啊 他们可以达到四禅境界 其用照常住于散会之中 就连外道进入四禅境界 都是用的散会 都没有智慧 因此同学们要自己鞭策自己 不要动不动就说某人的智慧高 我看有时候连一个外道都不如 人家都有四禅境界 何况是普通世间的聪明散会 世智变才 只能落于对世法局部之散面了解认识 那么为什么是世间法的聪明 散面认识了解呢 比如说做茶叶的人 我们这里头就有做茶叶的专家 他们在没有开发智慧的时候 就只晓得茶叶是哄清 炒清 晒清 就不晓得那个所谓哄清 炒清 晒清 还是古人发明的 从无意之间发现的嘛 他就不敢拿什么电灯泡去弄 不敢拿古风机去鼓 总的一句 一切世间法都是无常有违法嘛 把它弄好无毒就是好东西